为什么美国不惜用月壤来换新追夫人的一缕头发 日本更是多次请求周总理 哪怕得到一根甚至半寸都行 只因为这句传奇女士下葬时 仅比秦始皇晚了40年 容貌四肢历经千年已就完好无损 相传的生前还曾是某位名将的女神 将天下英雄迷得神魂颠倒 她到底是如何做到千年不符的 目中又出土了哪些价值连城的文物 1972年1月16日 长沙满王堆的考古工地上传来喜报 地下20米深发现了一座千年大墓 从以发掘出的规模和陪葬品来看 这起码是1顶1的贵族大墓 随着牧师发掘出土 琳琅满目的陪葬品一件一件的被取出来 最后只剩下墓主人的栖身之地了 然而专家打开之后发现 里面竟然还有一层内观 内观上放着一张长达2米的梯形薄画 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 国画上复杂的图案让人眼花缭乱 其中隐含着哪些信息呢 当打开内观准备发掘棺内文物时 一坨被裹得严严实实的丝绸物 展现在眼前 于是专家打算将棺木一并送往研究所进行操作 揭开第一层丝绸物后 一股强烈的酸臭味冲了出来 一般来说墓主的尸体完全腐烂之后 是不会产生任何臭味的 难道说墓主的尸体还尚未腐烂 经过20多名工作人员的轮班工作 用镊子一点点的将衣物剥开 当完全将丝织物解开后 专家学者无一不大受震惊 这件墓主的四肢五官完好无损 皮肤摸上去竟然还带有弹性 手脚关节还能自由活动 随即专家就请来了数十位业界权威的解剖专家 带着些许颤抖 几位专家慢慢划开了他的皮肤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他的内脏经过了2000多年 仅仅只是有点萎缩 随后专家在他的十二指场口发现了大块的结石 根据种种迹象表明 专家猜测他生前患有多种疾病 目前已经发现的就有胆结石 关心病胆脚痛等等 不久之后 研究资料被送到周总理的桌上 西方的研究人员文讯直呼不可思议 为了弄清他千年不符的秘密 专家又对他的骨骼和细胞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一切都完好无损 就好像他只是在关中沉睡了2000年 昨天才厌弃归西似的 这时专家瞥见了关中盛放的新红色液体 难道这才是不符的关键吗 为什么美国不惜用月嚷来换新追夫人的一缕头发 日本更是多次请求周总理 哪怕得到一根甚至半寸都行 是因为这句传奇女士下葬时 仅比秦始皇晚了40年 容貌四肢 历经千年 已久完好无损 江传的生前还曾是某名将的女神 将天下英雄迷得神魂颠倒 他到底是如何做到千年不符的 墓中又出土了哪些价值连城的文物 这是50年前新追夫人出土时的真实影像 他之所以能千年不符 其秘密就在这趟神秘的官业之中 提取时专家闻到了一股浓烈的中草药的香味 经过提取化验 发现官业中存在着一部分朱砂 所以官业才呈现出诡异的新红色 除此之外还有着一些中草药的成分 只可惜年代实在太过久远 已经无法辨别具体的名称 但是这不难让人想象到 千年之前的达官贵人 为了长生不老可谓是下足了功夫 到了现在 专家用高精密仪器检测出来了一种霉 这东西可以抑制细菌生长 还能帮助肉体躲避被分解的命运 这效果在2000年前看来 根本就是传说中的长生不老药 于是专家联想起了 处立在华夏大地的秦始皇陵 据文献记载 新追夫人仅仅比秦始皇晚下葬40年 如果这堂官业真的是永生不朽的秘方 秦始皇一定不会放过 到时候说不定还真能一睹始皇帝的真容 就在众人欣喜不已时 又一条爆炸性的信息从实验室传来 从女士身上剥下来的衣服中 发现了一件仙衣 薄如蝉翼翼翼升辉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的叠起来 竟然叠成了一个火柴盒的大小 这也太神奇了 并且专家估计 除去领口和袖口的香边 重量更是直接从原来的48克 变成了25克重了 这简直就像是一层流动的云雾 不由得让专家赞叹古人 制作丝织品的手艺 当专家们利用放大镜 检查面前的薄纱时 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为什么美国不惜用月嚷 来换新追夫人的一缕头发 日本更是多次请求周总理 哪怕得到一根甚至半寸都行 只因为这句传奇女士下葬时 仅比秦始皇晚了40年 容貌四肢历经千年 依旧完好无损 相传的生前还曾是某位名将的女神 将天下英雄迷得神魂颠倒 它到底是如何做到千年不符的 墓中又出土了哪些价值连城的文物 马王堆古墓中有太多的未解之谜 例如这件素杀禅衣 看似平平无奇 然而放大镜观察下发现 每一根丝线都散发着温润的光泽 原来这件衣服竟然是用蚕丝一根根交织出来的 整件衣服仅仅只有48克 穿在身上轻弱无物 好似一层云雾缭绕在身边 出土当日就震惊了全世界 与其一同出土的 还有这对绣花手套 样式精致美观 并且还在周边做了细致的绣花处理 很难想象这竟然是2000多年前的东西 专家称这种工艺放到现在都不一定能做出来 结合那摊不服官业 可以看出它生前绝对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抓着这条线索 专家们将墓室的每一寸都仔细搜查了一番 并且翻阅了相关记载 结果发现 新锥竟然和大将军韩信纠缠不清 公元前202年 年仅16岁的新锥 嫁到江夏王府的那天 遭遇韩信率军围城 江夏王宁死不详 率领全家自吻 新锥沦为女服 然而大将军韩信却是阴差阳错 爱上了这个美丽倔强的姑娘 在之后的日子里 用自己的人意之举打动了新锥 两人正欲结成正果 却被汉高祖刘邦发现 刘邦认为 这个美丽的女子应当为他所有 于是命人强行将其带入宫中 韩信失去新锥之后 开始疯狂追求权力 最后却被吕后涉及谋害 新锥得知韩信被杀 认为是刘邦所为 正处于绝望之际 韩信的亲卫 冲入宫中救出了新锥 但是此时的新锥也有身孕 这就是日后的汉文帝 汉文帝成年之后 得知自己的生母 投靠了长沙王利仓 于是想着尽自己可能的孝心 新锥也因此能够享受到华贵的生活 直到新锥死前 汉文帝还送给他西域进贡的瓜果 最终食用过多 导致胆脚痛 从而引发关心病致死 汉文帝得知后悲痛不已 下令后葬新锥 这才解释了新锥的豪华墓葬规格 但是这段历史并非正式所记载 其中的内容有待商榷 不过最重要的是 马王对汉墓展现给世人的文物 尤其是这件价值千金的肃杀产衣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想法可以打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